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行的漏然后就会摔倒 然后手啊经常会弄破 在长大了之后 然后就可以支撑起自己的身体 就脱起着身体走 那你生活能自理吗 可以 包括生活中自己上学 然后自己洗衣服什么的 都自己干 包括自己家里面有时候扫地啊什么的 都可以做 但我想 不是一直以来都这么自信 对 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自信 我们门前都有一条河 经常去洗澡 然后刚开始 不敢往深的地方去 你还敢去游泳 对啊 你没法踩水 深水的话 就会往下坠什么的 然后慢慢地一步一步锻炼 然后练习各种动作 拔水什么的动作 学会了 深水潜水都可以 然后前几年 然后就加入了我们 河南省训练游泳 参加省里面的参见人运动会 拿过四块银牌 参加了两届 也就是说运动让你变得自信 对 你觉得别人做的 我也能做 而且还能做得比你更好 对对对 我就是一直心里面 就是有一个这个信念 虽然我身体这样残缺了 但是我一定可以比健全人一样 可以活得更加精彩这样 那肌肉很发达 对 平时也会做一些俯卧撑啊 我现在有那个哑铃 天天会做一些哑铃来训练 你在沙发上能做吗 可以 做个俯卧撑 哇 我感觉像一只蝴蝶 真的 我感觉你像一只蝴蝶翩翩起舞 谢谢 看到他以后啊 你给我脑子里边一直在还原他 有一双腿站在那儿 他一定是个一米八级的一个帅小伙 对 他的臂长现在就是一米八二 对 就那种感觉 就特别强烈 我感觉他在做俯卧撑的时候 我在感觉他在用力 在用力要慢慢慢慢地 把那腿给长出来 我有那种感觉 他无论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他都在希望下腿发力 但是都转移到了上身 你平时锻炼肯定是要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训练时间和努力 像我在13年的时候 我加入我们河南省轮椅篮球队 做轮椅 然后因为我身体残缺的 重心太高 对 程度不一样 然后做轮椅的话 容易翻 容易后翻 对 容易后翻 就是刚开始做这个轮椅就后翻好多次 后脑刷就摔 摔破很多次 然后胳膊也会摔倒 然后后来经过练习 很多次的练习 然后才能控制好轮椅 代表省里边参加这些全国的各种锦标赛 拳运会参加了两届拳运会 对 今年8月25号到9月2号就在天津 参加了拳运会轮椅篮球项目 除了篮球和游泳之外 还有别的项目 马拉松 一次机会把朋友介绍 就是残疾人可以参加马拉松 然后在2017年的3月份 我就报名了正开国际马拉松 迷你组五公里的比赛 然后第一次报上了之后 就训练了不到20天 然后第一次就参加了马拉松 在那一次马拉松第一次获得了轮椅组的第一名 你就被占了20天 对 拿来个第一 我们下轮椅了 我们下轮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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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维修技术 一二年底 我们就一块又回到洛阳 我们就打算自己 开一家家电维修店铺 自己干 挣更多的钱 来维持我们这个家庭 那你们俩分别都干什么呢 我弟弟在店里修的小家电 然后我外出 像空调冰箱洗衣机 这个两个儿子 身体状况完全不一样 你会不会特别偏爱他 偏爱 小的时候 全靠我爸妈 我且我哥这样 陪伴着我 记得小时候 我姐大一点 然后就经常上下学 下雨的时候就会 背着我 我妈妈 父亲 对我操心特别大 对我感觉到 小时候没有开好我 就 出了车祸 这样子 亲人出事的时候 所有人都恨自己 当时为什么没有在身边 弟弟 非常的辛苦 这几年非常的辛苦 因为 我结婚的时候 需要买房子 然后 弟弟帮我挫钱 积一个首府 把房埋了 然后开始 下来 开始结婚 因为我身体这个样子 好多人也不愿意 和我哥在一块儿 就好不容易遇见一个 就 先买个房子 付个首付这样子 其实也是为了帮自己了 对 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更好 自己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好的 行吗 好 可以 好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着我的家人去旅游 谢谢 来 请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去呢 一定要带嫂子一起去 那肯定 妈妈 妈妈能去吗 家里要照顾爸爸吗 因为我父亲不在 父亲走了 我们这儿多的是做旅游的 来来来 我们来听一下五位的助力 我们五居五宿旅游住宿品牌呢 是一家有情怀 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那么我也邀请您和妈妈 还有哥哥以及嫂子 一起来咱们桂林 好吗 我们桂林呢 有非常有名的两江四湖 以及呢 我们龙胜梯田 我代表我们桂林的民宿协会 向您发出邀请 希望您能感受我们 有情怀 有温度的桂林民宿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想代表六人游定制旅行 资助2000元的旅游基金 希望我的这个助力 能让你们的旅游 锦上添花 玩得更开心 玩得更放松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特别有一种感受啊 就是你都可以活得如此之精彩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抱怨人生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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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立的男人才会有生活 所以说我特别建议你啊 趁年轻去学一个比较高深一点的手艺 我相信你能做到 至于你的旅游梦想呢 我们梅尔木眼科呢 愿意助力2000元 希望你们的全家呢旅游愉快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不要简简单单的拘泥于是说 开个小店 你应该更多地适应到现在的一些职场当中去 你毕竟才28岁 你说呢 对 我也一直在寻找 用其他的方式或者找一些其他的事 来干 多学点东西 好不好 是 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往前走